老梁大家都非常熟悉吧,他主持的老梁故事会也是有着很高的人气的,在娱乐圈内也算是一位老资格了,他对娱乐圈里面很多的明星都做过点评,而且他的点评虽然犀利但是不识道理,不想别的人只知道胡乱的骂一通,完全没有听, 老梁在点评事情或人的时候都非常客观,不会带入个人感情,也不会管了个人的身份怎么样,一切都是实事求是,而现在崔永元与冯小刚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扬,老梁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发表有自己的看法,老梁表示他也不知道崔永元与冯小刚的斗争谁会赢,但是他表示崔永元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正义的使者,而冯小刚虽然是一位知名的大导人, 但是素质却让人不敢恭维,在娱乐圈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,虽然他们的成就比较高,但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却是有些不见仁义,对于老梁的话,你们有什么理解呢?